那么至于死后为什么要祭祀四十九天 是因为我们有个气魄 气魄它是要经过 它本身是我们这一世后天 有了形体后生成的东西 所以这个死后它要黄归尘 叫尘归尘土归土 它要黄归尘土 四十九天以后它会分解成地球的物质 地水火风风的物质黄归大地 但是它没有消散之前 它要享受祭祀 就是它要吃东西喝东西 就像活着的时候一样 那么这个就叫四十九天的祭祀要完成 那么当然今天家里很复杂 夫妻也是不一样的信仰 孩子也不一样的信仰 你在家里搞四十九天给亡灵的祭祀 按神祖牌都是一件很难的事 基于这个所以我们提供服务 就是在这儿帮助大家可以帮助亡灵做四十九天的祭祀 有香火有吃的 那么劝他们这个修炼 然后包括这个祭祀堂叫万幸祠堂 我们都有这种服务